滴滴答答 外头下大雨 屋内下小雨 不止地板慢湿水 窗帘床单湿整片 墙壁水滴榨喷 更是没停过 擦了立刻又湿透透 依偎住在水帘洞 但这里竟是曾住为 市大运选手村的林口社会住宅 主打高品质 低租金 却是漏洞连连 肯定是有通工减料 不然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只要林口一下大雨 房间就开始漏水 就是有家睡不得啦 就连救人命的货载住景器 都在滴水 冷气出现小瀑布 受灾户更高达四十多户 还有人洗衣机排水口 不断倒管阳台每天灿烟水 更让住户气愤的是 向政府反应尽指挥拖拖拖 反应给住渡中心了 可是他们就是自自不离 就是没有要赔偿啊 一个问题 他们拖了将近三个月 怒控不止修缮 一拖再拖家具坏光光 每天住睡屋 就连好不容易灯都处理 却也只是钻孔打针 治标不治本 直户连损坏的家具费用 政府帮东都不愿赔偿 必须搬家的这部分 我们会来图折 挑战其他的损失的话 要提出证明来 我们这边都会尽情出 会有脱空减料的情况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有可能先天不良 就是只能摸摸鼻子 就提早退租搬家 曾经的选手村 连房仲都摇头损害难举阵 双方赔偿根本谈不拢 内政部当房东 品质却像坑杀住户 住户不该摸摸鼻子搬离 除了组团自救 也希望更多受害人 跳出来一起套工刀 记者章有词 红玉兰新闻事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 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